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生甲里全传 女生甲梅全传 调皮的日子 一代代中国孩子与作品中的人物相遇相知 相伴成长 本期读书 邀请当代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 在这个夏天和您一起打开一本书 乘凉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读书 我旁边的就是秦文君老师 欢迎您 秦老师 大家好 我是秦文君 男生甲里 女生甲梅的妈妈 我想问一下 我知道在您的郊区书房里面 架子上放着您创作的90多种图书 对 如果要挑出两种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您会挑哪两种 第一种就是调皮的日子 它已经出版了25年了 这是我手中拿到的是纪念版 这是最新版的 你可以翻开一下 就第一页一个照片 你看看 这是你抱着你们家宝宝 对 然后就是孩子已经长大了 对 因为这本书的写作 也是跟我女儿有关的 她最怕的是洗头剪头发 所以我就没办法了 我自己给她洗头 我给她剪头发 一边剪 一边给她讲一个故事 每一次就讲一个调皮鬼的故事 她会特别松弛 就这么这么 一下子就说当时积累了50个故事 这个50个故事后来 出版以后 也吸引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孩子 那么这个调皮的日子 我觉得它也是折射出 很多社会的一个世界 比方说 比方说其中有一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玩的很 就是这个写剃头 给小沙剃头 剃头大师 这么写的 给小沙剃头的时候说 我感觉自己像个剃头大师 剪刀锁到之处 头发纷纷飘落 真比那老剃头师还熟练 这儿一剪刀 那儿一剪刀 只一会儿 姑父的睡衣 就像一张熊皮 上面落满黑毛发 很快 我就发现自己闯了祸 因为这样随意地剪 头发长长短短 这儿翘起 那儿却短得只剩一厘米 哎呀 我叫起来 坏了 小沙连忙摸耳朵 看他们还在 就无所谓了 我敢说 世界上再也没有 比他更优秀的顾客了 我剪掉了几根翘起的长发 又把头发修了修 可惜越修越糟 一些头发越剪越短 露出头皮来 一眼望去 整个头上坑坑派派 像那里头一样 我还想稳住小沙 告诉他 这是最时髦的发饰 可他一照镜子 大叫一声 像见了鬼一样 因为他们那个就说 为什么姑父的那个睡 像熊皮一样的 因为他们就说 不是理发师有一个围单的吗 他们没有 他们就把姑父的 愁的那个睡衣 当成围单围任的女 所以剪完以后 就已经像个熊皮 熊皮 太生动了 就这些细节的描写 充满了生活的浓浓的气息 所以真的是 孩子们就会特别喜欢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孩子们 成龙 爸爸妈妈爷奶奶 跟孩子们一起阅读的时候 也会特别喜欢 对 好 除了这本之外 您刚才还说 还有一本 是哪一本 还有一本 应该说是我本 我会觉得 他这本身一样的 也会说是我本身的 我觉得 他就会来 一边 还不出一点 还没人 魅力 还有 我 一定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认为自己 哎呀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我可能一辈子不能做伟大的人了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什么呢 孩子们喜欢看她倒霉 但是通过她的倒霉碰壁 她练就了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是少年时期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说你经历了一些不顺以后 你依然心里有良善 有正义 这才是最大的勇敢 所以伽利贾梅她就是比较活灵活现地 写出了这个年龄孩子特有的情感 她的渴望证明自己 找到自己位置 被人接纳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读者都会很感兴趣 您自己是一个女儿 您自己也是个女性 怎么就那么懂男生呢 尤其懂这小男生 其实她都是通过孩子们的来信 一个孩子你去采访 他说不出什么 你问他在学校快乐吗 还可以 同学关系怎么样 还可以 老师怎么样 还可以 他只要是通过来信 讲出他为什么烦恼 他的秘密 他想听到你对他的肯定等等 就是这些来信对我的帮助很大 你就想打开一个幽密的世界 我才知道原来男生的那种 内心的那种曲线 那种就是秘密 真的是我们一般的人难以想象的 跟您聊天之后 我们越发地感觉到 您选的两本书 都是您所有的这个生命情感的 全部的投入 它才会成为今天